今年第18号台风万宜 昨天横扫日本 京都撤离42万元 民众担心河岛核电厂 渗漏的辐射水 与周围降雨含辐射量的问题 东京电力公司今天表示 河岛第一核电站 利用万宜台风过境 排放了基层在污水储存罐周围 辐射浓度未超标的雨水 总量达到1100吨 德国的国会大选 即将在9月22日本周日举行 目前在院的德国总理梅克尔 在民调中以60%的支持率遥遥领先 非常可能三年任成功 曾在台湾刮起收藏旋风的 派丁顿小熊摇摆上大荧幕了 派丁顿小熊是英国作家 麦克庞德比夏的童书主角 自1958年混世以来 便广受读者喜爱 这只小熊来自秘鲁 这只橘子果酱三明治 得显温和而迷糊 都在无意间闯破 引发一连串趣事 奥斯卡影帝克林佛斯 将为电影版的小熊配音 新建近1700年 会于耶稣诞生地 马草遗址的伯利庚圣诞教堂 本月将进行屋顶强化修复工程 正是500年来首度整修 这每逢下雨必胜水的木造屋顶 预计一年施工完成后再重新开放 新唐雅的电视整理报道